台中榮總榮粉絲大家好 我是母嬰青山各管師李承鈺 八月的第一週是我們國際母乳捕育週 今年的主題是加速母乳捕育行動 從教育和知識開始 所以呢母乳捕胃有好處多多 但是其實母乳捕胃真的好辛苦啊 而且身旁的家人都不知道該怎麼協助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了婦女醫學部的陳薇智主任 來和我們分享 歡迎薇智醫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中榮總婦女醫學部的陳薇智醫師 OK 大家知道我為什麼會邀請薇智醫師來當我們的嘉賓嗎 薇智醫師除了在婦產部裡面是暖男支撐之外 他其實是一位三寶爸喔 那他擁有豐富的育兒經驗 更能體諒所有的孕婦媽咪跟產婦媽咪的辛苦 所以我們今天來和薇智醫師談一談 媽咪母乳捕胃的時候 神隊友可以幫助什麼呢 是的 我相信大部分的爸爸都很樂意 幫助媽媽捕胃母奶以及照顧小朋友 只不過一開始可能不知道從何幫起 其實我們可以在媽媽捕胃母乳的時候 協助媽媽擺胃 讓媽媽可以以最輕鬆的姿勢跟小朋友互動 那另外也可以協助小朋友怎麼樣去含住媽媽的乳房 讓他可以更順利的吸水 那在媽媽假如說捕胃母奶覺得疲累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來個愛心的按摩 舒緩媽媽的疲勞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幫寶寶換尿布 陪伴小朋友念故事給他聽 甚至幫他洗澡 可以做的事情還很多呢 哇 那聽起來除了餵奶之外的事情 都可以交給我們的神隊友幫忙囉 那在產前其實都會詢問到媽咪的哺乳醫院 大部分的媽媽都是想餵母奶的 但是都有同樣的一個疑惑 我沒有餵過母奶 我真的有母奶嗎 要怎麼樣才能有母奶呢 薇智醫師 是的 很多媽媽都會擔心自己 而乳汁不夠 我們在診間 也常常會被媽媽們問到這樣的問題 實際上只要做到 淨早胃 正確胃 餓就胃 寶寶想喝 媽媽就胃 讓乳房裡面的乳汁可以盡量被移除 下次就可以做更多的乳汁喔 聽起來好像不是太難耶 那請教位置醫師 淨早胃是指什麼呢 是的 大家知道嗎 小朋友在剛出生的頭一個小時裡 是最清醒的時候 這時候只要盡早有做肌膚接觸 寶寶就可以順應她的本能 順利的去含住媽媽的乳房 這樣也有助於媽媽 秘乳激轉的發揮喔 那至於正確胃 這個就是陳玉的專業了 我們是不是請陳玉來幫我們做一下講解 好的 我今天有準備我的小助理喔 那正確胃其實也有一個口訣叫做 一面大貼紙 那一是指寶寶的頭頸身體跟臀部都成一直線 面呢就是指寶寶的臉要面向媽媽的乳房 大呢就是指寶寶寒乳的時候 嘴巴要張大口去含上乳頭跟乳暈 這樣才能正確的含乳 那貼的話是指寶寶的肚子跟媽媽的身體是緊貼在一起的 支呢就是指支脫 就是你要有足夠的支脫寶寶的頸部跟臀部 這樣寶寶就能比較容易成功的含上乳房喔 是的 謝謝陳玉的講解 一面大貼紙這個口訣也真的很好記喔 那什麼又是餓就位呢 是不是也請陳玉跟大家做一下解說 OK 寶寶餓的時候其實還會有早期的飢餓 飢餓暗示就是指他可能會眼睛找來找去的 接下來他可能會有甜嘴唇或者是伸舌頭的動作 那最後有可能會出現他在吸他的手指頭 這些都是早期的飢餓暗示喔 記得千萬不要等寶寶下最後通牒的時候 就是哭哭的時候才抱起來胃 這時候寶寶通常是沒有耐心可以好好的含上乳房的喔 那各位爸爸媽媽要注意 其實新生兒他剛出生的胃容量大小 像一顆彈珠一樣的小 所以呢寶寶其實都是少量多餐的 大部分都是二到三小時就需要餵一次奶 那透過寶寶這樣頻繁的吸水 才能讓我們的乳汁量上升喔 是的 謝謝陳玉的講解 不餵母乳真的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喔 真可以說是一個甜蜜的負擔 不過在這個過程當中 只要爸爸跟家人都可以共同參加共同支持 可以讓這個過程變得更順利喔 沒錯 那我們今天分享的影片呢 除了餵養寶寶的技巧之外 那記得家人共同照顧小孩 主動分擔家務 這些都是補餵母乳成功的關鍵喔 家人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幫助到各位爸爸媽媽 是的 假如各位有任何哺乳上面的問題 都可以來電詢問陳玉喔 OK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